其实蛮想出去购物或者是有些东西的 关于广播 对 关于广播 但是咱们要准备日台嘛 然后采访完之后咱们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在私底下有这样的工作 其实是有时间出去的 但是咱们先想把购物 让它后面再有时间 其实把购物吃了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挺高兴的事情 对 然后把 咱们最开心的 对 开心的 其实也就是 这次我们吃饭的弄好 然后吃到了澳门的一些好吃的东西 吃蛋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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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睡足了觉 挺开心的 嗯 那这次澳门之行有遗憾的地方吗 嗯 没有能去就在脚架的商场去逛 嗯 一直听很多人讲 那边挺好广的 所以脱颈感觉挺美的 一直想出去看看澳门的夜市 穿过去 最近粉丝 粉丝一直都很关心你的 穿衣服嘛 然后在澳门其实蛮暖和了 所以看你都穿了单裤 但回北京的话你会穿上秋裤吗 不会 秋裤是一样我穿的 因为我还经过敬了很多 我是已经买的到货了 已经到 我已经穿了几天了 所以没时间穿而已 到澳门就脱掉了 对 对 这个没穿过来 这还年轻 就我应该穿秋裤 现在要仗教我们年轻的本事 年轻的资本 我们要先把年轻能干的事情 就像这种不穿秋裤的事情 先干完了之后 对 以后 等我们必须要穿秋裤的年纪之后 还可以炫耀一下 你看我以前还是没有穿秋裤的那种 其实现在你们穿的秋裤 就会感觉到秋裤是有多酸 对 对 所以就是跳舞当拍摄 对 那你说的这个 你穿的秋裤 你就感受到冬天的气息了 没有 但很滑 老婆不行 我们要感受每一个季节的更替 好 好 厉害 以前我穿秋裤 露出来衣服白白的东西 哈哈 而且这种卡通的秋裤 那里很潮 那里 是呀 你们谁是团里的那种磕单 那里 是 玩错 玩错 所以你们平时都会聊一遍什么 聊一遍什么 我们什么什么都聊 就是 各个方面 第一 集粤 然后 电影 电影 对对对对 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都会聊到一些 就是 不受限 什么 今天吃什么 射击面 如果 手机里会有对人们的搞怪的照片吗 也是 黄色 我也是货 我也是货 对 特拍了 睡觉啊 光明正大 不需要做怪 一般 一般你们谁最爱搞怪的 张建元 我 还好吧 也就那样 也就 配挺多 他比较喜欢 不会泄粉 对 就喜欢来搞怪 对 对对对 我也喜欢 你说的就是你 对 就是我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对对对